拍攝國富城 袁詠儀和丁子高 這天就出席護膚品牌活動 講到內地放寬合拍片的政策 對於晴晴來說應該很開心 這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令到我們香港的電影 國內觀眾都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電影的推動 亦都希望我們香港的電影人 努力一點拍多些好的電影 令到我們國內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我們的電影 穿著黑色聖錦晚裝的袁詠儀 就說拍攝綜藝節目肥了不少 為了這天出席活動都要小吃多餐收肚腩 反而做節目那段時間真的肥 肥了幾公斤 因為天天就是睡 吃 玩 睡 玩 吃 或者是睡 吃 玩都對 睡醒就想吃 吃完就去玩 玩完又去吃 吃完又去睡 很難得有這麼好的節目 最好就多些 但就會肥 提到傳承熱話 許智安和黃心穎的安心偷食事件 作為Semi好友的靚靚 又會不會很擔心呢 其實我真的 說沒有留意都騙你了 但我覺得作為我們局外的人 其實真的很難避去說話 不如不要說 加上Semi都算是我 從小認識到大的一個 是否從小呢 從入行認識到大的朋友 我覺得更加要保護她 不要說那麼多話 我覺得Semi是一個很專業的藝人 她一定會處理事情很好 她會很尊重她的觀眾 另外 跟許智安和黃心穎一起吃飯的 丁子糕又有沒有感覺到 她們有異樣 我想這件事交給當事人去交代 因為我聽到她們好像也有一個 抵抗公司會舉行 交給她們去交代 吃飯其實很單純 一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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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 沒有見到任何有什麼意義